今天早上是開議的第一天 那很明顯就是 國民黨馬上就帶頭違規 在會議中是不能帶個人的麥克風了 所以其實從頭到尾就是國民黨違規在先 當我們認為就是如果真的要討論瘦肉經 應該要邀請如秀燕來備詢的時候 卓志強立法委員他就提到說高雄也有疑案 那我認為這是在造謠 所以也衝上前去希望可以跟他制止他 那沒有想到就是後來就引發了退一集 就是徐曉昕就過來就是要推我 當場的狀況是這樣 本來他只是在互相爭執而已 但沒有想到的是 黃潔呢他衝過去羅志強的面前伸手哦 他是已經伸手要搶他的麥克風 要去做肢體的觸碰 你可以表達你的不滿 你可以表達你的意見 但你絕對不能去搶別人手上的麥克風 所以我覺得他剛剛在受訪過程講一個最好笑的說呢 他使用了以色列防身術 請問漏跑是什麼樣的以色列防身術 你有看過以色列人這樣使用防身術的 看到拍照 房間除了翻白眼以外還有什麼樣的本事嗎 該出席的不出席 該發言的不發言 該上班的不上班 還好意思說別人偷懶 就是你在高雄市議會的時候 你最懶 因為今天早上是開議的第一天 那很明顯就是國民黨馬上就代頭違規 攜帶個人的麥克風進到議場 那根據我們的議事的這個安全的管理規則要點裡面就有提到 在會議中是不能帶個人的麥克風了 所以其實從頭到尾就是國民黨違規在先 那可以看到國民黨就是沒有本事只會鬧事 那除了說中間一直用麥克風在大聲喧嘩之外 那中間也癱瘓了意識40分鐘 然後其實一開始針對要請陳建仁院長報告 民進黨的黨團一直都是保持開放的態度 就是我們也樂於讓陳建仁院長來報告 但很可惜一開始就是國民黨癱瘓意識 不斷癱瘓了40分鐘 那從頭到尾都沒有要實質的進行真正的這個實安的專案報告 那我們覺得令人遺憾 就是如果真的有心的話 我們就好好的討論這個實質的內容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針對這個瘦肉精的個案 我們也認為如果真的要進到這個瘦肉精的討論 就應該要請盧秀燕來備詢 如果沒有討論到盧秀燕的這個個案 就是在打假承 那剛才是特別講到建基曼時 就是說民主黨也要有一個自動的討論 然後教材還有問 其實那些之前學到的什麼東西 會不會很傷心嗎 是這樣 因為其實國民黨從頭到尾不只都在議場這樣勘患意識 他們也不斷的造謠 那甚至是 呃 認為就是如果真的要討論瘦肉精 應該要邀請盧秀燕來備詢的時候 羅志強立法委員他就提到說高雄也有疑案 那我認為這是在造謠啦 因為從頭到尾高雄這個辣椒粉的源頭就是新北市 那我也認為就是既然要講大家就應該基於事實 而不是在未查證之下就隨意的亂帶風向 那甚至是在議場 在這種東南的場合 用不時的謠言來做政治操作 那我看了也讓人覺得很不齒 所以我認為他不應該拿麥克風講這種事情 所以也衝上前去希望可以跟他制止他 那沒有想到就是後來就引發了推擊 就是徐曉星就過來要就是要推我 那就是造成議場的這個混亂 那至於說這個以色列防身術就幸好 在過年之前有跟我的一些夥伴 像是吳佩義委員 我們有先去學以色列防身術 在議場的第一天就可以開場用場 那你今天有想到會發生這個場面 才會練習一下 你說有沒有複習以色列防身術嗎 就是只有過年前的那一次練習 就是之後應該要再補練習一下 因為可能還會用到 我覺得倒不是戰不戰神 就是大家應該要就事論事 然後有理論理 只是說在今天第一天就發生這樣的這種被癱瘓 被杯葛的情勢 我看了也覺得很遺憾 所以就第一時間站出來 希望可以制止這樣的現象 那你還記得就是小新委員會跟你講什麼話 因為他好像有講說 可能不要過不要過之類的 所以不要過去就是他好像不打住 對就是因為我一直希望可以制止羅志強立委的這個不當的發言 還有造謠的現象 所以我就是要走過去跟羅志強理論 那徐曉欣就一直過來主導我 那我也希望他可以就事論事 所以其實我從頭到尾就是要求他們先把麥克風放下來 先不要違反我們異常的管理要點 好 那我以為接下來這個就開醫之後 那這種的股門會不斷 那你覺得你接下來的需要的新聞 你看到小新委員會在今天 會主動的影響 我一直都希望大家可以就事論事 而且看到其實國民黨就是立法院的最大黨 那如果當我們的最大黨都是用這種不理性 而且帶頭造謠的方式在杯葛議事 只會造成立法院的空轉 所以接下來也希望雖然三黨不過半 但是各黨的立委都應該要理性的問政 那像是今天的食安專案報告 其實陳建仁院長很早就準備好在議場 那所有的實證報告也都放在所有立法委員的桌上 但從頭到尾不想要聽陳院長報告的就是國民黨 那有請看說立法院長安國瑜啊他今天的表情 給你的感覺 你會覺得他在上班 有任何事實證上 我也希望他在關鍵的時候應該要發揮他的角色 趕快讓議事順利的進行 確保立法院能夠有效率的討論所有的議案 才是他的職責所在 好 OK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好 我也怎麼看說 就是洪傑剛剛搶架說是國民黨違規在線 然後代替一個洪傑長 對不對 針對麥克風這個部分呢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當然可以表達他們的不滿跟意見 可是怎麼可以去動手搶別人的東西呢 這個麥克風又不是你黃傑買的 你平常在路上看到別人 你說這個地方禁止抽煙 你就可以去搶下他的煙嗎 不行嘛 你可以如果今天有人違規抽煙 例如說柯建民經常在立法院違規抽煙 那如果黃傑在立法院碰到柯建民正在違規抽煙的時候 他可以說先生請你不要在這裡抽煙 他也可以說我現在叫環保局來開罰你 可是他可以直接徒手去搶過他的煙嗎 當然不可以啊 這是一個犯法的行為 所以我們在現場呢 我就很直接的告訴他說 國民黨跟以前不一樣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加倍奉還 再講一次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加倍奉還 這就是新的國民黨 所以他們以為說可以像過去那樣子 為所欲為 那我覺得呢真的是想錯了 所以其實當場的狀況是這樣 本來他只是在互相爭執而已 那我覺得表達不同的意見 這都很正常 但沒有想到的是 黃傑呢他衝過去羅志強的面前伸手喔 他是已經伸手要搶他的麥克風 要去做肢體的觸碰 那你知道這年頭 男孩子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 尤其是先前黃傑才剛抹黑 我們韓國瑜院長出於禮貌的行為 說成是騷擾 所以當下我很害怕說 萬一這個羅志強委員不小心碰到他的話 到時候又說喔 me too 又說我自己被騷擾 又碰瓷 所以才會立刻上前去排除這個狀況 所以過程當中呢 我們也沒有拉扯 我只是請他說 你不要去搶別人的東西 你可以表達你的不滿 你可以表達你的意見 但你絕對不能去搶別人手上的麥克風 所以我覺得他剛剛在受訪過程講一個最好笑的說呢 他使用了以色列防身術 請問落跑是什麼樣的以色列防身術 沒有看過以色列人這樣使用防身術的 看到快笑死 但總之 但總之以色列防身術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那就沒有人要學了 所以呢希望他不要就是亂講一通 讓大家失去對於以色列防身術的學習興趣喔 所以呢我想這個過程當中讓大家看到了 民進黨他可能以前以為 他對於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可以為所欲為 但我們現在要大聲的告訴他 不要動 不要去出手跟別人碰撞 那不管是在人數上面 不管是在戰鬥意志上面 我們都會團結作戰 保護我們自己的立法委員 那剛才就是有 在議長上你是不是特別拿一個手板 一直擋在你的胸前 主要是因為希望讓大家看到說 我們手沒有太多的互相觸碰啦 所以我們只有 我回頭也看了影帶確認一次 就在第一時間就是有 扶齁就扶他的手請他往後推一點 那剩下我們用板子在中間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那我們呢還是秉持希望理性問正的立場 我們也不希望說有這個出手傷人 但當他做出不禮貌的行為 甚至如果真的被他搶到了 其實是一個違法的行為喔 你去搶奪別人的私人物品 在違反他人的意願之下 那我想呢我們就是希望排除 然後隔離 那所以說我們就用一個板子放在中間 這樣比較不會讓任何人有見縫插針 或是誤會的機會 所以我們雖然是排除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是呢實際上我們還是非常的守 我們自己作為立法委員理性問正的奮計 並沒有動手傷人或是動手打人 那他的本事在哪裡 我個人是沒看到 黃捷除了翻白眼以外 還有什麼樣的本事嗎 過去在議會裡面高雄市議會 很多該出席的不出席 該發言的不發言 該上班的不上班 還好意思說別人偷懶 就是你在高雄市議會的時候 你最懶 所以今天跑過來搶別人的東西 就是不對啊 你怎麼可以去搶羅志強手上的麥克風呢 你提出質疑OK 但是你去搶奪就是不對 所以不要讓 不要以為說 國民黨還會像過去那麼好欺負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那他今天也叫韓國瑜說 就是在 還休息十分鐘 然後是躲起來的 蠻偷懶的 韓國瑜比你還早上班 他早上國事論壇的時候 應該就在了吧 所以他比你黃捷還要早進到這個議場來 還早上班 你憑什麼因為他宣布休息十分鐘 就說他在偷懶 反而是當場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可是因因期盼韓院長回到位置上啊 每一個人都在求他啊 拜託韓院長 謝謝韓院長 你們的嘴臉我都看得很清楚啊 韓國瑜回到議場上面的時候 那個歡聲雷動不都是民進黨嗎 在求他的不都是民進黨嗎 會怕的不都民進黨嗎 所以 當黃捷要這樣子去講韓國瑜的時候 你轉頭看看你們其他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是用什麼樣的一個態度吧 他們可是在求韓國瑜的唷 好 OK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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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